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都遇到了事业的瓶颈期 演员也不例外,面临着无息可拍 但是任佳伦是一个例外 戏一部接着一部拍,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毕竟有言又有演技的男演员谁不喜欢呢 3月中旬,由任佳伦和迪丽热巴主演的与君出相识 恰似故人归正式播出 受到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单日播放量多次稳居第一 该剧剧情扣人心弦 特效方面也是做得极好 给人视觉上的美感 作为主演的任佳伦备受期待 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证明了你永远可以相信任佳伦的古装 很多人在整理随时古装男星天花版的时候 都不会忘记任佳伦的姓名 很多人会觉得他现代装扮和古装装扮差距过大 其实我觉得这和他的刘海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眉眼十分好看 只要把刘海梳上去 整个人都精神气就出来了 任佳伦的发际线偏低 而古装恰恰需要替发际线 合适的头套 合身的长袍 让他体型更加挺拔 正好印了那句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只一眼便叫人沉醉 古装剧和现代剧最大的不同 便是古装更加考验演员的信念感 相信自己就是这个朝代的人 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 自带古人气息 让观众幸福 这就是从古书中走出来的人 纵观任佳伦饰演过的古装角色 不管是王孙贵族还是锦衣卫 都让人相信这个角色就该是这样的 大唐荣耀里的礼处 人称醋王 任佳伦坦言 这个角色和自己有70%相似 他忍着身体的疼痛 与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最后出来的效果很是不错 李初的英勇果敢 专一温柔 越是冷静又诚服的形象 都刻画得十分生动 人家轮一双寒情眼 将李初对此生至爱的 万般柔情演绎的让人肝肠寸断 到现在还忘不了李初 最后目送珍珠离开的场景 真的被骗去了太多的泪水 锦衣之下里的陆毅 和李初又是完全不同的性格 李初偏温柔一些 而锦衣为陆毅就是个很利的角色 最开始很多观众以为他饰演的是一位反派 事实上锦衣卫给人的第一印象 确实是杀人不见血的反面印象 一身暗红飞鱼服 一把袖春刀 一气压的眉眼 给人无形中的压迫 不得不说人家轮将锦衣卫的形象演绎的深入人心 现在一提到锦衣卫 就不得不提这位陆毅大人 周生如故里的周生辰 小男陈王 一听到这部剧的BGM 就顺时有响哭的冲动 一想到战功赫赫 是胆忠心 一生无期无子的大英雄人物 最后落得这样踢鼓的下场 就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心痛 人家轮在周生如故里的皇叔形象 直接封审了 各种暗色系的长袍貂皮披风 都显得他的威严 不怒自威 这样一个天生美人骨的王爷 实在让人过目难忘 也正是这部剧 正好印了那句话 你可以永远相信他的古装 一出场 自带主角气场 哪怕没有一句台词 依旧让人相信这样一个人物 就是真实存在的 我挑了几部 人家轮比较经典的古装剧来说 事实上 他的每个古装角色 都有很多的剧名 大家喜欢的角色不同 观点不同 欢迎一起讨论分析 你最喜欢人家轮的 哪个古装角色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